《世戶人情》繼續講 增廣言文 今次這一句 下一句應該大家都聽過 上句是 畫虎畫皮 難畫骨 下句是 知人厚面 不知心 畫虎畫皮 畫一隻老虎的時候 畫他的皮毛外邊那一部分是容易的 畫虎骨其實畫不到 不可能在平面畫 畫一隻老虎又畫骨的解剖圖 那又不可能有一隻生的老虎 隻死的老虎 只剩骨 這個不合這個畫意 所以就說 畫虎畫皮就容易 畫骨就難了 知人厚面 不知心 對句就是 人的厚面是知道的 面目知道 口說話也知道 但是他的心底如何 是否口是心非 是否衣冠禽獸 是否一個人衣冠楚楚 或者是表現得斯文淡定 內心就是 一個闖亡狠毒 小器的人 這就是 難以預料 這些都是說出門 工作 或者是在 官場也好 在職業的場所 在商場也好 都是對人 那些口甜舌滑 或者是說話好像很露誠 很誠懇那些 就要加以戒備 多所觀察 即是說 好像 孔夫子說的 賊其言 觀其行 才可以採訊 才可以 輪交 之後才可以再變成 資深朋友 有個次序 不可以是 逢人 都是當朋友 或者是 總之外貌 好像誠懇 好像很開心 或者是 好像很斯文淡定 好像 好顧 大局 但做起上來 又是 小人 甚至是 狠毒的 歹徒 這些都是我們 處世的時候 要多觀察 因為入到 衰世局面 並非是 先王統治 好的時勢 所以 唯有自己 小心一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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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